我今后的理想就是作为一名职业的钢琴演奏家 这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 也就是说能够与听众一起分享音乐 在舞台上面进行表演 享受表演的这样的一个时光 这是我的一个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看不见的话 整战出来的话作为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挺大的打击 跟他妈妈一起商量了一下 我们两个人还是比较现实的 就是说能想办法给他治就给他治 能走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 只要我们尽心尽力 然后后面的事情就看着办呗 一开始也就想好好地带他 带他的话就在我们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但是后来他学了音乐以后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后来要走专业的话 这样的话我们就自己承受不了 后来就只能找好心人的赞助呗 那后来四岁开始他喜欢上钢琴 那当时也是好心人的帮助 他们两家合起来送了我们家钢琴 在那里学了五年以后呢 就是说老师的建议就是说 莱阿俊就有这个能力能够去走专业的路 后来就找到北京的专业音乐学院周广人教授 那他呢也非常帮助我们 05年就来北京了 那么他帮我们安排在他的那个学生 毛德里老师那里 开始跟他专业学钢琴这样 那一路过来都是有很多的人帮助我们 像我们能来北京 也是我们当地的企业啊 好心人帮助我们 那才能过来学琴 不然的话靠我们家庭的话 就根本不能支持他来北京 这样 呃我前两年的小学是在浙江省毛德学校读的 如果住校了的话 就没有琴可以练了 所以呢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房子 然后把钢琴搬那儿 嗯就这样 这样就解决了我练琴问题 然后呢到了三年级以后呢 呃转到了北京 嗯其实我是14年的11月还是12月这个样子 听说就是我们可以高考 当时就是既高兴又紧张嘛 离我的这个理想的大学更进了一步 至少可以就说 嗯与其他人这样公平竞争 呃但是呢 呃紧张的就是因为当时细节还没有出来 比如说怎么当时就是怎么申请盲文试卷啊 要给要做什么工作呀 我呢是文科副中是文科 呃盲向的是理科 嗯所以就考试的范围和难以长度都不一样 所以呢就是只能在家里复习 我爸爸把这个呃复习参考书都买来 让朋友去把这个书录下来 而时间也比较紧 所以我的朋友组织了54个人 呃差不多到3月份4月份的时候呃文件都已经录好了 那么我呢主要是就嗯 听录音 听他们给我读的这个复习材料 然后呢让爸爸给我嗯读那个考试题 我用口答 然后口呃口答完了以后他根据我所答的答案 然后呢跟那个试题后面那个参考答案进行对比 然后呢来估分看看我能考多少分 然后呃告诉我下一步该怎么复习 我们国家盲人高考呢就说也还是属于起步阶段 嗯也就14年有一个高考 那么莱亚军他们15年呢也没几个人参加高考 最后好像有七八个人录取了 但呃据我个人的这种经验啊 就是我其实当时我们国家就认可你可以参加考试 但是有很多环节上还是比较有缺失的 那只是需要我们自己家长去去去协调啊 还有懂盲文的老师也得监考 因为他呃监考是有两两个老师 一共有三个老师在那里监考 所以呃相对来说还是呃他们还比较重视 嗯我们其实在网上查就查到了 嗯当天就查到了 真正的在心里就感谢那一路过来帮助我们的 尤其是他的老师呃对他的付出是比较大的 所以马上就打电话给他老师哎呃我们打到来 然后拍照片也发给老师这样啊 那老师也很欣慰就是说能够呃ért 就能够顺利地进入大学 我跟莱家俊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们这样一路过来 都是这样的 反正如果你有一个成绩 那也就第二天就过了 那是以前的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 能够顺利地考下来 能够考入中央业学 莱家俊还是比较幸运 那么西城去教考试办那里 他们根本没有接触过盲人高考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 怎么去对待这个盲人高考 他们也都非常重视 但是他就不知道 怎么去对待这件事情 所以要我们家属 家长去提意见什么什么 试卷是单面的 也就是一页一张纸 所以非常厚 然后考试时间给我们有延长 因为盲人的盲文考试 给我们是延长时间的50% 但是我觉得我的答题速度 包括摸读和写字的速度 都还是算比较标准的吧 就是到了考试领想之前 肯定是做好了的 我对学校非常满意 同学也对我非常的好 就说我有什么问题 他们都会耐心的给我解答 然后他们课业上面有什么问题 也会过来与我交流 比如说和声课的老师 会把每一个黑板上面写的这些例子 普字的这些例子都用钢琴弹给我听 相当于给我做示范 那么时长练耳课的老师呢 会想一些我能参与的一些活动 然后让我参与到课堂 我始终认为就是说作为学生 就是说学校的课本 你能掌握了 你能给我拿100分 我认为没有什么可以稀奇的东西 其实很多只是在课外 所以从小学开始 那么有些东西呢 就是说让他自学 使他培养成一个 就自主学习的一种习惯 不要就是说老师 讲什么课了 然后我学什么 其实这远远不够 还有一个就是说钢琴呢 我觉得艺术这个东西 技术是人人可以练出来的 但是你真正的你要有所提高啊 到一定的水平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人文的一个比拼 还有一个文化修养的一个比拼 然后到了北京以后呢 那我当时呢 就是拿着一个录音机 然后就当这是便携使用录音机 然后放着磁带 这样听磁带 然后呢 可能会有一些懂英文的一些朋友 或者是甚至是外国朋友 会注意到我在学英语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会跟他们进行聊天 那这些人倒也很热情的 他们都会把他们的一些方式给我 那我就会跟他们打电话 时不时都会跟打电话 然后呢 到时候我们去串串门 然后他们会跟我讲讲这个美国文化呀 然后让我学一些书本上面学不到的东西 现在也有一些同龄的 但是同龄的很少 大部分都是年龄比我大的 然后我们能聊的东西也非常多 聊从时事政治新闻文化 我跟他妈妈两个 也没有把他当成一个残疾人来对待 首先就是需要 树立他一个就是说为人的一个道理 慢慢慢慢开始上学啊 开始学情啊 就我们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瞒着他 都是给他讲清楚 包括他个人的情况 虽然他当时年龄很小 只有九岁 那我们我都是跟他遵求他的意见 然后假如说我们意见有分析的话 那我把我的道理说出来 他把他的道理说出来 然后我们一个就是谁的 有理由 那我们就按谁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样过来 基本上也没有把他当成什么小孩什么东西 都是他正确我们的意见 我们正确他们的意 他的意见这样